多家外国媒体报道 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 正式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播放 可能与电影预告片中出现大纪元时报黄色包箱的画面有关 大纪元时报副总编辑黄万青回应 大纪元标志性的黄色包箱分布在美国各大城市 尤其在华人社区很常见 如果电影因此被禁 反映出大纪元时报的影响力巨大 中共非常恐惧 一方面向全世界曝光了中共自己的恐惧 也向全世界宣传了大纪元时报 根据最新发布的《奇异博士2》预告片 奇异博士在纽约街头与章鱼怪搏斗时 镜头多次出现黄色的大纪元时报报箱 可以清晰看到大纪元时报五个字 以及报箱背面的两行字 历史巨变在眼前 指路真相大纪元 就在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出现大纪元时报的镜头以后 五月二号凌晨 纽约曼哈顿四十多个大纪元的报箱被人恶意涂污 目前市井已经成立专案组来调查事件 其中有报箱被涂上圆圈 也有报箱被写上简体字 上网看中天新闻了解真相 差不多有44个报箱就是被涂鸦 而且涂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今年4月4号 纽约市井逮捕两名突兀大纪元报箱的嫌犯 嫌犯被指控涂鸦和拥有涂鸦工具 案件已经被移送到检方 纽约警方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的 所以他是要求我们 就是说如果发现有破坏报箱的行为 任何行为 就只要是针对我们报箱来的 我们都要去报案的 他那边有弊案的 大纪元时报表示 针对五月二号的突兀事件已经报案 我们也跟纽约的警方报案了 也向联邦调查局报案 美国也在抓 我建议不要去当中共的枪手 大纪元时报方面呼吁 如果读者看到报箱被突兀或破坏 请拍下视频照片 大纪元将把证据提交到警方处备案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韩瑞 纽约报道